有些是比较久言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轰啊 是自起的 轰是自起的 海洋啊 是自起的 像阳光啊 应该都是自起的 虽然它也有它的原因啊 但是它那个原因是很久言 看起来就是自起 你说轰是不是自起的 当然这个电轰扇的轰 它是无自起的 它是因为有电轰扇 有这个电有插头 它才是无自起 我是这样子解释 你们看这个 它为什么讲说四部法 是自起的或者无自起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本身也研究了很久 我不是没有研究的时候就 因为它这个文字啊 弄自起跟无自起 到最后我想最好的方法 就是突然间自己起床 没有办法可以解释了 那这个无自起的就是说 人家叫你 起床啊 你才起来 像那个 其实我是很标准的 我在睡觉啊 几点起来都是一定的 到那个时间啊 不用人家叫我 也不用闹钟 也不用讲什么 我都是跟父法讲 我现在每天早上啊 都是 Six Oca 啊 Get Up Six Oca Get Up 每天早上 Everyday 那么有时候出外旅行呢 要坐六点的飞机 那你要四点起来 那你保持平时六点起来 哇 你就去送飞机 你哪里去坐飞机呢 你是送飞机的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很标准的 我跟合掌 跟这个父法讲 这床头就挂父法了 就合掌跟他说 我明天早上 六点的飞机 那么我今天啊 就是明天早上 我一定要四点要起床 跟父法讲 然后我安心睡哦 我没有脑海里面警惕 四点钟一到 眼睛一打开 一看锁表 刚好 就是这个 啊 那个短针指在四上 长针指在 12 啊 啊 12上 刚刚好的 连差一分都没有 眼睛一张开 一醒过来 就是四点 应该讲起来 这个是属于自己 啊 自己起床 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子的 只要跟他讲 跟父法讲 我觉得父法好像都是 他不睡觉 他不睡觉 他专门叫我起床 在那边等等等等到四点 好 起来 你就起来 很准很准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出 也担心了 因为出外的时候 有时间呢 要赶时间 要赶飞机的话 要几点要起来 早 要起得早的话 只要在合掌跟悉空讲 就行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 自起的现象 我起床到部分 从小到大 还是很标准 很标准 但以前我的弟弟 就是天天啊 被我妈妈叫起床 另外呢 这个 佛亲 佛亲 他个性比较像我 他是 按时起床 不用叫他 那么佛亲 个性不知道像谁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便没有讲谁 你们不要笑 哈哈哈哈 我便没有讲谁 哈哈 他是 假如是礼拜天 他会从 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十二点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睡觉的方法 哈哈 睡了十几个小时以上的 他当然也有说睡过头的 好像每天早上都是要叫 你要叫他起床 每天早上 谁要上课的时候都要叫他起床 他是比较 他是比较 发条哦 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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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那种的 有的是 花条弦得很紧 他是弦得很松 比较松的那一种人 很好 我很赞扬他 哈哈哈哈 我很赞扬他 这种人哦 不会出毛病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花条弦得太紧了 他断了是很麻烦的 断了是会这个 好像碰到人就笑的 有问题 他这个永远不会有问题 反正他就是人生就是散散的 像那个 等下讲这个法国人呢 很浪漫的 浪漫 那就是说哎 你去吃法国餐的时候 从第一道菜开始 你吃完 盘子空了 他才上第二道菜 那么在这上菜当中呢 你可以睡一觉都没有关系 因为第三道菜 等你睡醒了来都没有关系了 他是从 晚上七点可以吃到晚上 十一点跟十二点 很浪漫的 点蜡烛 蜡烛的那个烛台都快烧光了 饭还没有吃好 就是属于这样子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字体 好我们 这个像 这个高王观世音真经 我们宗派里面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高王观世音真经 是了不起的一本经经 大家知道 这净土中在念佛 天天在念念便 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六日佛 四日佛 都可以 但是我们一部高王观世音经 就是念佛的总会 念佛的总会 你念了高王观世音经一遍 胜过他们念一百年 里面全部都是佛号,所有的佛都在里面 都在高王观世音经里面 所有的佛的名号跟它的总称 全部都在这一本经里 高王观世音经 不但如此 它里面一句话 一个佛号里面代表几亿个佛 你相信不相信 你翻起来看你就知道 你念一个佛号 怎么代表念几亿 几亿的佛 那么一般人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说他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一句而已 我们念一个高王观世音经 岂不是念那几百年的佛号 所以它的威力特别大 它的灵验的力量很强的 它等于是一个密教的东西 密教的东西擅长于变化 把一就变成多 今天这个高王观世音经 就是一变成多 水平之后 那么一变成多 看起来 我没试试的 我可以看到